世界上最惊险的十个瞬间 只剩一半机翼的飞机居然能安全降落 美女海边游玩差点被鲨鱼啃屁股 生活中总会发生一些意外画面 要不是有监控记录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下最不可思议的惊险瞬间 点击订阅 领取好乐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半边机翼的飞机 1983年的夏天 以色列国防军空军的两架F-15英式战斗机 和四架SN天鹰战机 进行了一次模拟空战训练 在训练中 一名飞行员却出现了操作失误 他所驾驶的飞机 与模拟空战的一架攻击机寡蹭 导致右侧机翼被棋根削断 失去单边机翼的飞机还能飞吗 堪称奇迹的一幕出现了 发生事故几秒钟之后 这架F-15以480千米的时速 降落在沙漠的跑道上 滑行了几百米后 战机成功停了下来 要知道 从空气动力学的角度来分析 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飞机的制造商卖到公司 事后通过电脑模拟发现 失去一半机翼的飞机 不可能继续飞行 奇迹的发生 只能归功于飞行员的无所畏惧 再加上F-15有优秀的电脑飞控系统 帮飞行员调节飞机姿态 以及两台强大窝盆发动机 能够为F-15保持一定的速度 这才能让少了一个机翼的F-15成功降落 这是发生在英国的一个事故 一辆汽车撞上栅栏后 被一堆木板横七竖八的刺穿 其中汽车的车头灯 轮胎下和挡风玻璃上 都有伸出来的木板 木板看起来十分粗壮 从乘客座椅的侧面 可以看到玻璃碎了 整个车厢都被横七竖八的木板刺穿 就像一个插满件的魔术箱一样 光是看着现场 就能够听见商员们哀嚎的场面了 然而你敢信吗 车上前后坐着的四位乘客 一点是都没有 木板奇迹般地避过了他们 连事后处理事故的交警都感叹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幸运的人 第八名 死神擦肩而过 这位记者正面对着镜头进行报道 他所处的位置 是当地的一个事故多发地段 至于有多么多发 下一秒飞驰而来的大巴车 就向镜头展示了一下 差点把摄影师吓得丢掉相机 再多一点 大巴就要带走记者了 而这位市长则表示 大巴算什么 它可是试过与高铁擦肩 当时市长正和助手一起介绍新开通的列车航线 一辆崭新的列车 从市长身后飞快地穿梭而来 带起剧烈的风 要不是体重在那里 助手和市长就要被这风卷走了 连他们面前的展示牌都瑟瑟发抖 所以大家出行乘坐列车 一定要站在站台安全线外哦 第七名 溜走的车 要不是有监控拍摄 简直不敢相信 这位卡车驾驶员忘记拉手杀就走了 结果在斜坡上的卡车缓缓滑了下去 想要和前面的豪车来个亲密接触 慌神的司机拼命将卡车往另一个方向拉 还真给他停住了 更幸运的是 下坡的杰达和兰波吉尼都没有受伤 卡车缓缓停在了两辆车的中间 只差一点点 他可就要背上天价赔偿了 无独有偶 这位飙车党也同样险些损失惨重 他将摩托车开到了悬崖边 正在得益自己的驾驶技巧 谁知摩托车突然倒下 轮子已经踏出悬崖外一半了 要知道下面可是海 为了爱车不离开自己 他的姿势无比扭曲 好在最终还是幸运地挽回了摩托车 画面中 这个男人与教练穿戴好设备 即将开始刺激地滑翔飞行 然而他们都忘记了 确认男人的安全带是否挂在滑翔机上 随着两人的快速助跑起飞 男人才惊恐地发现来不及了 脚下是连绵不断地山坡 身后是随风飞舞的安全带 简直让人吓破的 过程中他们试图迫降在地面上 然而风力太大 两人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 一路上男人变换了无数姿势 直到臂力不足几乎要松手 经历惊险的过程后 上天还是被男人的坚持感动 降低风速让他们顺利降落 男人都吓得腿软了 第五名 美女遇上鲨鱼 去海边游玩的时候 最可怕的除了浪潮 还有危险的鲨鱼 一位美女就和鲨鱼来了次惊心动魄的接触 据了解 美女为了拍摄照片 上传到社交网站和朋友一起走到了海里 随之一条约1.2米长的鲨鱼突然出现 这鲨鱼过分地亲密接触 把美女吓得尖叫 并迅速向岸上逃离 幸运的是鲨鱼并没有想要攻击他们 大家都安全返回了岸边 但当他们在岸边看的时候 依然可以看见那条鲨鱼在游泳 从鲨鱼的身边成功逃生 这经历大概可以拿出来讲一辈子了吧 第四名 坠落的无人机 这是一场在意大利进行的国际滑雪比赛中发生的一幕 26岁的世界冠军 奥地利滑雪运动员希瑟尔 在赛道中稳稳地穿梭 谁知他刚刚拐过一个弯坡 一架携带摄像机的小型无人机 就突然从天而降 坠落在赛道上碎片四箭 慢动作再看一次 选手和这架摄影用的无人机擦身而过 几乎只差了20厘米 万一再晚个0.1秒 后果不堪设想 这夸张画面让各国主播全都吓得大叫 幸好这名四届冠军逃过一劫 最后顺利完成比赛 拿下第二名 事后他才知道 这千军一发的插曲 开玩笑说 意大利的空中交通真烦忙 事发后 国际滑雪总会当场下令 未来无人机统统进赛 第三名 最危险的工作 伐木工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一 其中一位小哥 在记录自己的某次任务时 就经历了惊人的一幕 当时台风即将来临 伐木工小哥被请去砍掉过高的棕榈树 由于这棵树有30多米 小哥必须一节一节地将树砍下来 而不能直接从底部砍断 当他艰难地爬到树顶时 这棕榈树已经因为小哥的体重弯下了一半弧度 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小哥差点放弃了伐木工事业 只见随着树顶的掉落 整个树干瞬间左摇右摆 像弹簧一样超级惊险 树上的小哥只能紧紧抱住树干 祈求上天能放过它 不过好在棕榈树的任性很好 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断开 小哥最终成功从树上下来了 第二名雪崩下的幸运 男子登山时遭遇雪崩 被朋友头盔上的摄像头 记录下了整个事故的惊险过程 当时他正骑着摩托车往前 突然一阵巨大的声响 原来是巨大的雪顺着山坡滑了下来 只不过短短几秒的时间 男子就陷入了厚厚的雪堆里 幸运的是 他能够将头探出雪堆进行呼吸 只是身体动弹不得 而且摩托车上的滑雪板 竖在了外面 显示了他被埋的位置 让不远处的朋友 在一片白茫茫中迅速找到了他 该男子朋友称 他的这位朋友 曾试图拿出自己的空气带自救 但被埋太深没有成功 感到时 他的朋友只有头鹿在外面 身体并没有受伤 但是有点惊吓过度 网友纷纷感叹 雪地摩托运动实际上非常危险 第一名 球场爆炸 球场上经常会有情绪激动的观众 往球场扔东西 但一场发生在伊朗的足球比赛 令所有人都直冒冷汗 一位球员发现地上有异物 下意识地就拿起来扔掉 避免影响到场上的比赛进行 谁知该物体一触碰到广告牌时 立即发生了爆炸 周围五六米的范围内 瞬间被土黄色的浓烟所笼罩 原来是有球迷将自制的手榴弹 也当作杂物扔进了比赛场地 还好有球员及时抛了出去 否则手榴弹一旦在场内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事发后 主裁判立刻中断了比赛来处理这件事 虽然最后比赛重新开始了 但最终无心恋战的双方球员 以0比0互交白卷 出现这样严重的球迷干扰比赛事件 简直是太惨了 看完以上的视频 哪个惊险瞬间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